路口停红灯 游览车驾驶一脸凶狠 嘴里不断叫嚣 手上紧紧握着榔头 走上前朝着混凝土车一阵猛杂 混凝土车头留下几道刮痕 驾驶不敢置信 动手的人竟然是刚刚差点发生擦撞的游览车驾驶 6号中午12点多 桃园卢竹区一辆混凝土车沿着富国路一段行驶 准备右转南清路 而原本在内线车道的游览车也要右转 惊险一瞬间 两车差点发生擦撞 游览车驾驶居然沿路尾随 等到下一个路口红灯气氛冲上前拿出榔头杂车 影片曝光 游览车驾驶也来留言 说自己是外地人来附近换轮胎 以为混凝土车是路边暂停 才会前内线扯到右转 之后遭对方标骂布牙字眼 一时情绪吃空 爆气杂车 游览车驾驶也表示 发现自己误会混凝土车一开始也先闪黄灯致歉 控诉对方在转弯处恶意向他逼车 现场双方均无报案 事后水年预办车无姓驾驶 日本分局大处派出所提出回数告诉 已依规定受理 并通知游览车司机到案说明 一时情绪激动就拿榔头砸车被砸的混凝土车司机气的报警提高回损 而游览车压双白线跨车道右转 还动手砸车嘴夹一等 警方已经通知驾驶到案说明一切查证属实将会依法置单举发 TVBS新闻林志伟 蔡星渝 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